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我是花莲慈悸医院儿科朱少尹医师 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推广一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亲子共读 我觉得亲子共读它是送给孩子终身受用的礼物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从孩子本身来看呢 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清楚 孩子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个体 我们人类的一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成长时期 其中呢 婴幼儿时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最重要的是它的脑部的发育 将近完成了成年人时期的9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最重要的是婴幼儿时期 我们大脑在快速的成长 这个时候大脑每一秒钟 会有700个新的神经连结产生 而且这些连结必须要透过跟孩子互动 给孩子刺激才会产生 那这些神经之间的突出连结产生之后呢 其实会建构出整个大脑的一个结构 这是人生未来的学习行为的产生 还有孩子的健康都服务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时期 所以呢 再从这张幻灯片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 我们人类一出生就具备有学习的能力 刚开始出生的小宝宝 它的听力已经发展好了 接下来呢 就会是它的视力 还有两个多月大 那这个孩子就会有巴巴巴的这种声音产生 所以它的语言发展之后就会快速的发展 所以一岁以前呢 这些语言的功能 视力还有听力的发展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呢 很重要的就是认知功能的发育发展 所以在六岁之前 这都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脑部的发育的黄金时期 那这里是来自一个芝加哥两位 很重要的教育学者的研究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 在不同的涉及背景家庭成长的孩子 成长到六四岁的时候啊 也就是四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呢 这个不同的孩子 他在家长不同的互动之下呢 孩子们所累积的自此差异性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呢 如果是没有跟孩子互动 跟孩子有跟孩子高品质 高频率互动的家长 孩子所累积的自此差异呢 如果没有进行互动的话 从十八个月大开始 我们就会看到 这些孩子所累积的自此 就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呢 人生的第一个两千天 也就是出生之后呢 因幼儿时期这个很重要的脑部神经发育 发展的阶段 如果可以透过亲子共读 我们会协助宝宝 给他各类的刺激 各类的感官的刺激 就会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网络 那最重要呢 透过亲子共读的陪伴 我们不只可以带给孩子非常多的学习 也会为孩子累积非常多数量 尤其又是优美的自此 接下来是我想要跟大家推广一个非常重要的 亲子共读 它的执行其实是可以透过晚安故事时间来达成 那我相信每一天我们早上起床工作陪孩子 阅读之后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如果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洗过澡 然后呢 换上睡衣 香喷喷的去选一本很棒的故事书 来进行晚安故事时间呢 从这张图片 我相信大家会看到 看到爸爸妈妈的陪伴 把孩子抱在怀里 然后选一本很棒的故事书 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棒的气氛之下 然后呢 朗读这些故事书 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 就会跟孩子产生最初的一个连结 亲子关系呢 就会建立很强的依附关系 这个时候在陪伴之下呢 孩子的情绪会得到涵养 而且这个时候呢 如果孩子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父母一定会是全然的倾听 然后回应孩子 这就是一种高品质的陪伴 以上的相关的连结 高品质的陪伴 孩子会处在一种气氛 非常的温馨之下的成长环境 非常的安全 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可以得到建立 情绪得以涵养之下 这个其实就是孩子这一生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叫做心理任性的建构 所以呢 晚安故事时间 其实可以带领爸爸妈妈 带领孩子 我们可以培养孩子成为一个 高EQ 高RQ 以及高IQ的孩子 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们开始 做亲子共度 尤其可以透过晚安故事时间来达成 那这个呢是2014年6月在美国的小额科医学会 他有个很重要的政策声明 也就是说他希望美国境内的所有额科医师 未来在他的门诊里面呢 就是可以推广亲子共度这件事情 尤其从出生就开始进行大神朗读故事书给孩子们 这其实是建构孩子的一种阅读素养 它其实是跟预防医学有关系 也就是预防我们的孩子不要弱势在于他的阅读素养 不要落后在他的字词的累积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声明 那2016年呢台湾儿科医学会呢 也在我们宝宝的手册 叫做儿童健康手册里面 带入这样很重要的观念 也就是告诉家长 为什么要做亲子共度 亲子共度带来的好处 如何从出生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朗读跟孩子一起 建制亲子共度的这个行为 那这个呢也是告诉大家 美国历任的总统 他都是爱阅读者 甚至我们有送故事书 写故事书给孩子的总统 这是表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希望透过亲子共度呢 他可以变成我们所有家庭成员的活动之一 用书相传家 好的家教就可以从婴幼而阅读的时候开始 所以呢爱阅读的孩子呢 一旦他养成了阅读行为这张两张图呢 就是爸爸妈妈寄给我的让我们看到爱阅读的孩子呢 他其实可以出现一种像上瘾一样的行为 这个时候孩子会非常的专注 然后呢他会沉浸在这个字词的优美 或是字词或是故事书里面的情节 或是这个故事的脉络里面 所以会看到爱阅读的孩子 他非常专注也很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那发烧的时候有些孩子一样爱阅读 生病的时候也爱阅读 也就表示他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阅读带来的乐趣 那一旦孩子养成阅读行为之后 不只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最重要是孩子未来也可以发展出自主学习 以及终身学习的这个能力 我相信这是21世纪的孩子非常应该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 透过亲子共读我们投资给孩子 然后这是非常值得一件事情 经济学家曾经说过 如果你投资一元给孩子 未来你可以获得四到九倍的回馈的效益 我相信这过程当中不止这样的一个回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